这一选举虽然已经落幕了 不过这一回却被发现 这投票率似乎不怎么高 尤其是七一年选票 似乎也没有像以往这么踊跃了 我们带你来对比一下 这一回国民两党的得票率呢 那么民进党是41.6% 那么国民党则是拿下 大概是一半五成的得票率 但是总投票数呢 国民党只有474万 而民进党则有570万 那么对比2018年呢 国民党是少了40万票 没有寒流的加持 的确是掉了很多 但是民进党相对来讲 比较少只有掉了15万票 那么学者就分析了 这一次国民党是靠着 讨厌民进党而获利 那么下次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还会被相同的解释 那么另外一名学者 廖达奇就说了 蓝营长期呢 都是以老人主政的印象鲜明 怎么样来开拓年轻人的选票 恐怕是要的重点 他们认为虽然这一次蓝军大胜 但是在年轻支持度上 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改善 而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这一回他们认为 有三个引爆炸弹 第一个就是林志坚的论文案 带头对抗台大 那么再来就是 共军演习的时候 政府并没有因应的方法 再来就是中国棚的事件 抗中保台牌 整个彻底失效 也是民进党这一回 会输的原因 不过这一回在绿营的铁票区 也赢得不漂亮 过去我们都认为 这一回在南台湾是绿营的大票仓 尤其是屏东县 这一回代表出战的周春敏 竟然得票没有过半 就连在台南 这个市长黄伟哲要拼连任 但是他2018赢高斯波6% 这一回却赢他的对手 谢龙介只有5.2% 胜率还没有上次高 所以可以说是赢得不漂亮 这一回他们认为这样子的选举 除了是桃園民进党的气氛之外 还有投票率不踊跃也是原因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